本人行自走炮,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任性的总统,经常突发奇想,想到哪出是哪出? 据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告称,近日特朗普被爆出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,有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,他突然提问,为什么美国不直接入侵委内瑞拉呢? 听闻此言,身旁一众高管钻石下的魂不守舍呆若木鸡,作为美国总统。 特朗普永远是嘴巴逼脑子快报道称,特朗普是在众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,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,当时赞变的国务卿蒂勒森和实验国阿固万麦克马瑟特等人,轮流向总统解释,军事行动可能适得其反。 不但无法打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,还有可能失去拉美各国政府对美国来之不易的支持。 然而特朗普却不这么认为,他援引了很多他认为成功的炮箭外交案例,比如上世纪80年代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入侵行动,包括入侵巴马马和格林纳达。 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,美国于1983年,突然入侵格林纳达,对于传出特朗普很像入侵一个国家式仪式的消息,为内瑞拉国内可谓一片哗然。 其实对于现任总统马杜罗而言,这可能是一次神助攻,面临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的他,似乎找到了一个将注意力转移出去的方法。 马杜罗最后在一次讲话中,要求军队必须为自己的国土做出最大的防卫。 支线大会主席迪奥斯达都卡维略也警告美国他们,美国甚至不知道之后该如何抽身,他们要是踏上我们的土地,就只能吃土,我们会变成第二个越南,成为他们的噩梦。 为内瑞拉军队的装备在拉美国家中,不算很差,有专家指出,美国可能迅速摧毁美内瑞拉的军事力量,这点无容置疑。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拉美国家普遍对美国抱有敌意,毕竟特朗普认为自己很成功的炮剑外交案例中,让美国在拉美地区带了不少人品。 如果美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入侵委内瑞拉,其他拉美国家对美国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只能当残无存。 其实对于普通委内瑞拉人而言,反对马杜罗是自己家的事,但美国入侵是另外一件事。 虽然国内经济形势严峻,但马杜罗的民意支持率,依旦不低今年5月20日,马杜罗赢得大选后,美国却以种种理由,不想承认这个结果,甚至考虑对委内瑞拉实施原油制裁。 而对于特朗普入侵委内瑞拉的想法,白宫也没有正面回应,但有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,为帮助委内瑞拉重建民主,带来稳定,美国会考虑所有选项。 嗯,早安一个国家是为人家好,这个逻辑确实很美国,对于委内瑞拉军队而言,他们更多愿意并成超维斯的一致。 嗯,早安一个国家。 嗯,早安一个国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